郭柴彬合 審查 韻國趨何不去帝國趨? 第一,有英學家在海峽 竟然撿一個海匠 帝國可以派艦軍去走 派艦軍去進攻 問題就說你海軍有的,我都把英國吞下去也沒有 所以叫這個海警這是一個重點 這跟以前中國國民黨政管 在香港來台灣的一樣意思 中國國民黨政管 因為我都存在一個重點是台灣海警 其實要加這個因素,韓劍 如果沒有反正,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 早就消失去了 那時候日本,美國上朝 都是很支持政界 非常支持中國國民黨政管 原因呢,中國共產黨這邊是索連的社會 國際上是現實的問題 你有你的社會,我需要平衡化的社會 沒有在講求這個市府的問題 所以大家也在想說,美國自己在發民主 民主發得很大聲 但是有一個人去統計說美國所支持的政府 都都是獨裁政府 你自己在發民主 你支持人去別的國家支持獨裁政府 那什麼?培養他的社會 本來國際上就是大家都隨便隨便自己的社會 所以我站在美國 他覺得說中國共產黨是索連夫妻出來的政治社會 我當然要去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敵人 所以他一直支持政界 他那時候是很支持的,很支持 但到來美國就放棄 什麼樣的冥天子 太孵化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 你問他要支持什麼人呢? 我告訴你,這都不一定 他告訴你,你這個冥天子 他就給你放棄了 南瓦就是這樣 南瓦的美國 替南瓦早餘在外面 整整整十幾年 美國犧牲人 又犧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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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個南瓦是這個 湖北大家都 外交大家 都在探討 要讓美國放棄了 說我在那天 南瓦在那天 我犧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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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你們在那些湖北 大家在外交、在探討 中國國民黨 也一樣 通用的 就說美國 我在那天 在中國國民黨 我看我美媛在哪裡 你們在這個湖北 中國國民黨 那些錢 就走在那裡 這是湖北的政權 所以美國 放棄台灣嘛 但是 本來 如果美國放棄呢 那個 騎到中國那邊 隨便 他那時候海軍 還要續局 那個 海軍續局 那個 那個 六軍 比較強 突然說 說 你隨便 建設 台灣海軍 他要把你 這個 中國國民黨 團隊很簡單 我海軍 沒強 他可以 拜一萬隻 批准 你看我 一萬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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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海運 有幾個 用那個 引害建設 再來台灣 他就可以這樣 但那時候是 怎麼 這個 這個 政府政管 這個 中國國民黨政管 可以再成功 一個重點 發生 韓戰 哦 那時候韓戰 發生 我 中海軍 很開心 說你 美國要 英國韓戰 他 中海軍 對美國 說 你對 南韓 這裡批准 我對 中國這邊批准 美國 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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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美國 叫中海軍 不能嚇 這個麻煩 所以那時候美國跟 中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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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中海軍 他如果要 反共大陸 美國政府 反共大陸 美國黨員 意思 就是 反共大陸 所以那時候 中海軍 以後 要再發 戰士 受天證 戰士 受天證 就是你 這些軍人 中海軍 中海軍 都可以奔土地 那些是騙局 騙這些 他大陸 這些軍人 你 中美學 忘掉的時候 裡面 就發表聯合公報 你如果要反共 武力 反共大陸 你 要美國 美國 幫助 他不能嚇一跳麻煩 你去戰爭 美國所 就幫你 完走 所以美國 中美學 中美學 那時候 是 不包括 金門媽祖 所以 北極三 奔土地 美國 他可以幫助你 一些武器 幫助你 他不會派兵 去幫助 這不是 中美學 的環境 但是 當中美學 就發生 反正 發生反正 美國 就在 擔心 擔心 我 在韓國 這裡 有我 無事 在中國 找這個機會 來打台灣 所以 我們為了 反正 發生 他 幫助 所以 那時候 中國 國民黨 政管 主要有 兩百個機會 一百個機會 那時候 美國 政府 政管 要把他放棄 發生反正 所以 美國 這樣 跟他 幫助 政府 生 這 那邊 沒有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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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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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 台灣 美國 物資 是美 我美國 送給你 但是 發生 多少個物資 是 台灣 用賣 賺 賺 多少個物資 對台灣 賺 台灣 那時候 就有多少個機會 賺 賺 就是 所以 那時候 有兩邊 這些 漢錢 讓政管 可以更成功 拿去 變 有多錢 發生 說 在台灣 可以進步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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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 在国家有一个英国的海峡 和我们台湾海检的 同样的一个星期 你董着这个敌军 但是英国 会等到生存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邱吉尔在英国做得很好 它部地包括 它这个民生的问题 国防问题都改变得非常好 所以那时候 邱吉尔生的问题 非常非常高 因为人们觉得是英国伟大的人物 所以这个国陆成为了英国人 都因为邱吉尔是英国 是真了不起的这个人 这个真了不起的人 但是有一个人很出名 那时候 那个地区自治世纪大人 在欧洲战争成结束 意大利早就垮掉 再来帝国导航 日本董到谁买了 所以说在欧洲战争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就得到英国台策大选 大选是说 哇 邱吉尔这么威大 他们就让英国 让英国没去到这个 这个帝国陆 当然第一个因素 和台湾这 同样的 有台湾海峡 它有一个英志尼海峡 但是这个台湾海峡 也没有到处 到中国共产党 还要跟美国的第七冠队 来这协访 这就断掉了 但是英国呢 这个英志尼海峡 能够到中国的陆军 你没办法直接去英国的领土 但是 要有一个因素 就是邱吉尔因斯 台湾是美国的这种因素 英国是邱吉尔因斯 邱吉尔领德英国呢 领德还是非常成功 没办法让英国安定了 所以在邱吉尔 他们是这个 胜党伟大的人 但是呢 欧洲战争结束 那个 当英国台湾 求求这个政党 下跃 下跃 我这大家感觉 第一波眼镜 说你们的这个修胸 把你们的国家 管理得这么好 那现在 到他这个台湾的时候呢 你怎么把他这个修胸 你把他拖下来 修胸就没人做 这就有点奇怪 但是呢 人家邱吉尔怎么说呢 邱吉尔说 对政治领袖无情是伟大民主的标志 其实这一句话 就是说 对政治领袖 你人民不用他尊重 对他无情 这是伟大民主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民主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但是这个官员 是公僕 公僕 我要求你公僕 阿婆要求你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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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理由 我老闆了 人民的老闆了 我不不用再说理由 三名万年 我没有支持你们这个政党 再来继续接政 我不不用说理由 叫你回去吃隔地 你就回去吃隔地 人家邱吉尔说 这是伟大民族的现象 这就是能说 所以应该说 结合成性色的民族 所以要把这些性色的民族 解释 所以拖到很多事情 对地区是世界的事情 所以很明显 台湾 不是性色的民族 要找 海找 要找很多 对外边看 台湾像是一个 很色色的民族 外边看 是这样 是这样 国际的政府 的行政收党 国际的政府 的民意代表 都都人民 算去算出来 如果这样说 就是 性色的民族 不但这样 我们还有一些 直接民怨 直接民权 就是公道 因为我们普通的 民主国家 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 但国家的主人太多 你无法直接去管国家台湾 所以要委托 所以要委托 做委托人 所以说有关 行政工庄 你就委托 这个行政收党 有关 立法工庄 你就委托 这个民意代表 委托这个就选举 但这委托这种 和这甘质的民怨 但那甘质的民怨 大家都很清楚 参与了 你所委托这个人 行政收党的民意代表 不一定教理的意思 做 不但为了他们的理性 为了民民的意思 所以 先设计民主 都要设计 直接民怨 直接民权 这直接民怨 就是说 你甘质的民怨 你订阅这个法律 订阅的政策 是不是 你们这些计刑的 这些计刑 我们国家主义 不敢 我们委托你们做事 你们不教我的意思 我们自己决定 这一人 要怎么决定 用公道 这就是直接民权 直接民怨 所以有形式的民主 就对爱有这个 直接民怨 在这些民怨的委改相关 位阶最高 就是说你虽然有 担到这个国家相关的立法团队 就是说立法医 但直接民怨公道 要挑个立法医的头上 这种就正是性质民主 但台湾都有 情绪修订用算的 民意代表也有算的 还有一个民怨公道 一个民怨的委改 叫这个定位 就是相关的 台湾都有 新的臺灣是新的民主,說夭壽 都說夭壽,你若說有這些定屬 如果這樣,希特勒它都有 現在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一個獨裁者 全世界大家說現在,包括德國人也都說 希特勒就是獨裁者 但你問不去,希特勒的時代 他的納粹黨有能力影響所有的選舉 有能力影響所有的選舉 希特勒,他本身 我們說的是,他是強迫軍隊 所以用武力技獨裁錯誤 希特勒所有的官力,每一項的官力 都百分之百,國會受官 國會的議員是人民選出來 這樣就看起來,如果照這樣去 共用台灣人說的標準 希特勒是標準的民主領袖 全世界有沒有人覺得希特勒是民主領袖 沒有人這樣覺得,大家也覺得他獨裁者 什麼原因,就是因有能力去影響所有人民代表的行為 如果這樣就不是民主了 所以政治人物有能力影響到人民代表的行為 如果這樣就已經不是民主 因為獨裁的社會,是政治人物是老闆 那那個人民是婦人,公埔的婦人 就是我們這樣說是辛勒啦 台灣人說是辛勒,北京有這辛勞,薪水的辛勞動的勞 但是民主社會呢,是人民是主人 政府的關懷是公埔,公埔就是辛勞 這兩個是鬥兵啦 兩個完全都鬥兵 所以在英國裡面,標準的人民主人 你笑一笑呢,公埔,你去辛勞 你去辛勞,你去給人民請 有一間人民,這個國家主人 沒什麼請你,你回去吃自己 所以,英國是盛世的民主 結果,那個主人上是政治領袖 所以這個人民都是政治領袖的辛勞 主人是政治領袖,國級政府的政治領袖 因為他們有那麼多有在逃避的行為 但是,大家如果說到逃避的行為 就想說,喔,希特勒是明王武力的 其實不是喔 當然,他們用他的納稅黨去逃避的 這是他們所知的 但是希特勒是怎麼呢? 有了刺激民族意識 刺激民族意識,這種東西 就能去操作人民代表的行為 台灣,那個刺激什麼? 環宮,環宮不是今天喔 從中央開始在統帝的時候 他說,大家要團結 要支持我中國國民黨 因為,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要打過來 這就是刺激一種民族意識 到民進黨這邊也一樣 你要支持我民進黨 要不然,中國要打過來 一樣都會這樣 都會用國中的手段去遮有選民 如果你說,你沒有支持我 中國共產黨要打過來 其實在德國那時候一樣 我相信有很多民族意識來控制選民 所以這種情形呢 那個台灣呢 我們要檢討,檢討說 台灣是安壯 要再學習路 因為台灣人呢 我們先來說,他有疑問說他是主人 國家台所,你就要很關心 其實就說,你的家庭 你是你的家庭裡面的主人 你家庭要賺什麼錢 要撩什麼錢 要做什麼事業 你絕對關心到 有人說對家庭的事業 家庭的人都沒有關心 當然關心 家庭裡面的主人 絕對關心家庭的事 國家的主人 絕對關心國家台所 這才是主人 在英國 那個 前一陣 那個 蘇格蘭獨立投票 或是要討好 議面決定 主人決定 公民投票 他們公民投票 還想說,每個人都沒有出來 不好意思 他們的投票都太多 香港 他們的人民都關心 我們台灣人 可能國家政策要公道 你如果賣這些政黨 這其實 那些人出來的公道 是怎麼出來 是說我自己民進黨 我出來公道 就是自己民進黨的 所提 贊成的政 的案 反對國民黨的案 支持中國國民黨的案 就是反對民進黨的案 支持中國國民黨的案 其實這個案 他本身 人民沒有出名 因為我今天出來公道 支持政黨 對政黨的任黨 是這樣 對政黨的任黨出來的投票 要超過四文字 就很困難 你如果不是為了政黨的因素 不是政黨在吹這些票 說你如果要一個國家的政策 不是為了政黨出來投票 我給各位聽眾報告 一聲就沒有 給你報告一聲就沒有 你如果說有一個案 拿出來和政黨都沒有關係 叫我出來公道投票 一聲就沒有 所以說對國家代事 完全沒有關係 賣台國家的主人 絕對不是 所以說公道沒有主義 就是對國家代事沒有主義 但是呢 選舉 哇去拍一拍 可以穿到八聲 代表什麼 政黨的任務控制條 所以說你就 我們台灣呢 雙雙都知道 說 喔 投票率多高 不是說很偉大 說 啊 這是建設的事情 因為你公道就沒有主義 國家代事就沒有主義 不是你對民主 這個 說是正式的民主 但你對選舉的主義 就是政治就沒有 控制條 就是非族族性 既然是 選民去給政治任務 去控制條 賣台的民主 正式的民主 就是政治領袖的主人 人民必勝利 所以台灣呢 這個民主呢 基本就是要去學走 這主義就說 台灣人呢 還沒有這個民主的心理準備 還有一件 政黨主事 所有的政黨 什麼原因呢 政黨的主事呢 就是我這個政黨呢 那個 我現在掌握到 最高的立法官 就是掌握到 那個 立法人 他沒有希望說 有一個 直接民館 說 藏在我的頭上 當然他沒有的嘛 沒有人會希望說 有一個 太上王藏在我的頭上 所以他兩關 一關就說 問題很高的 讓你英文不會過關 還有一件 聽喔 公道法的第二條裡面呢 有很清楚 說 有關的 憲法跟法律 不能有創制公投 說你不能去 法律跟憲法的事情 如果這樣 你這個公道 你的這個 為改 就不是在 立法的頂端喔 因為 你不能去黨 法律 我用法律去押 所以這個情形呢 他用設計這個 但是到民進黨 這樣 這樣 押到立法官的時候 他有鋼提門檻 但是那時候 我在媒體 他在公條 說絕對要修改 第幾條 要在憲法跟法律 有創出公投 民進黨他絕對不改 改了 你的公道 也就押到立法官的頂端了 他沒有 所以說 在政治 政黨 都相當組織 不想讓人民有這個官 人民也沒有心理準備 所以 台灣的民主 要是相當幽敵 要是學習 要有成熟的民主 各位台中民友 我們現在的節目 很幸福 待會再繼續我們的節目